继续,我们要来介绍形容词第二组的句型 我们先看第一个,很容易混淆的观念 os跟so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这个os翻成因为,so翻成所以 那这样子就不对了 因为这个os是连接词 so你如果翻所以,那也是连接词 那变成两个句子,有两个连接词 这个是不对的 因此我们要猶豫一下 这个so除了当所以连接词之外 还可以当副词 那这个副词它的含义就翻成同样的 比如说你是什么呀,你是老师 我同样的也是老师 so you are a teacher and so am I 这个so就是指同样的 不能翻成所以哦,不可以 这个要注意一下 不过也不用紧张 因为这种句型呢,常常就是固定的表达方式 你看到os在前面,so在后面 那就差不多了 这个so就翻成同样的 所以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就会有学到这样子的一个语法 说,you are an artist 你是一个艺术家 and so am I 我也是 那为什么so在前面要加一个and呢? 对不对? 因为so并不是连接词 所以这两个句子一定要有一个连接词and 这个so是副词 so是副词 那么翻成同样的 I am an artist 或者是I am an artist to 这个so就是to 我也是 我同样的也是的意思 第二个,你再看 You have seen a lot of life 你看过了很多的人生 意思就是说啊 你的人生的阅历已经非常多了 那我也是啊 我有阅历过很多的人生啊 好,你看 研究室在这里and 这个so就不是连接词了 so就是副词了 那么so I have 就等于I have seen a lot of life to 好,这so就是我同样的 我也是看过很多的人生 所以这个so是副词 经过这两句 有连接词出来 连接两个句子 我们可以证明 这个so就是副词 如是连接词 好,这句我们就可以进入主题了 那么这种对应的写法 几乎都是格言 好,很多都是格言 一般人很少写到这样子的句子 我们先看这个 二词,You treat me 好,这个二词就是 正如,好,这翻成正如 那二词也可以翻成什么啊 因为,由于 那另外一个又可以翻成正如 好,如什么一样 就是二词,二词的意思 如什么一样 好,所以这个学法很固定 来,我们看中文的内容 I say,You treat me 正如你对待我的方式 同样的 我也会 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你 好,这个so在前面 常常会导装 so will I 你看,so am I 导装 so have I 导装 好,这是习惯性 你要说I will 也可以,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人在很在意 这些小的细节 好,大致上 文法的观念是用导装 好了 你,这个是 这个中文我们就翻 你怎么对待我 我就怎么对待你 中文就翻 以奇人之道 还奇人之身 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好,来,我们看下面 就如同 a wolf 狼 是什么 greedy 贪婪的 simple 象征 就正如 狼是贪婪的象征 同样的 同样的 这个说 同样的 狼 狮 狮 是什么 暴力的象征 暴力的象征 当然不一样 狮子也有很棒的 叫狮子王 哎,那是很棒的 不一定是暴力 这样 猛如 怎么施 好像施那么凶猛 ok 好,这个重点 我们后面还有两个 也给同学做参考 而是一首 正如 瘦就播种 如同 你有播下种子了 同样的 血如 leep 你将会有收成的 这就是 你播种了 你将会有收割 中文就翻译 一分跟人 一分收获 重点就是这个 受 好了 再来 as a man live 如同一个人 活下去 leaf就活着 能够 全活下去 同样的 他也会 死亡 好 这样 同样的 他也会死 这是中文怎么翻译 有生 必有死 人生 有生 必有死 就是这样子 好 但是 这个句型是非常漂亮的 OK 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 分数跟倍数 那个分数 通常我们 在写桌上是比较少用的 好 那么 两倍我们就用twice 那么三倍以上 就用times 好 three times 然后后面呢 再加二次 什么 二次 这个跟中文的讲法也是不太一样 好 中文是讲说 我的书是你的三倍 我的书是你的三倍 那英文就不一样了 对 英文就是三倍就先写倍数 three times as many birds as you have 所以这个观念 这个中文 倍数写在最后面 英文呢 倍数偏偏就写在前面 这种细节我们要稍微做一个分析 好 我们继续 这是倍数 比较简单 那么分数就比较难的 好 分数它是有分子跟分母 那么分子用基数就基本是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这样子 那么续续就是 续续的第一第二 好 这样子 那么比如说第二就second 第三就third 第四就fourth 第五就fifth 好 这是第一个观念 第二个观念 基数如果超过的是二 那么这个叙述要加s 所以五分之三已经超过二了 所以这个要加s 这个就是五分之三 好 我们现在看例子 one fifth是五分之一 所以没有超过二 这个不加s one fifth of my classmates have got the flu 五分之一的学生 我的同学已经感染了 这个流行性感冒 像这个地方 很多同学可能在主词跟动词的配合 也会混淆 五分之一 究竟是单数还负数 对不对 那你要看后面所接的东西 他这边接的东西是什么 同班同学 我同班同学的五分之一 已经感染了流行性感冒 同班同学的五分之一 当然很多 一定是最起码有两个嘛 两个以上就是复数啦 所以这个就是复数 但是现在少指化 那有时候是很难解释 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班上如果只有四个人呢 都不到五分之一 好 那这个我们就三个了解一下 好 一般来讲 班同学都很多 这边 只要是超过二 动词就用复数了 好 再看一下 下边 第二个 2 thirds of the vegetable 你看 这个蔬菜很多嘛 有没有 蔬菜很多 蔬菜很多的三分之二 差不多二要加S 蔬菜很多 三分之二还是很多嘛 所以动词你看看 用了什么 复数 well drunk的 被淹没了 被水 洪水淹没了 好 那再看第三个 倍数的 Hersary 他的薪水 也是twice 两倍 薪水倍数两倍 谁也两倍啊 他先生的薪水的两倍 好 那这是倍数 薪水 你看中文薪水倍数 英文薪水倍数 中文是 他的薪水 是他先生的两倍 中文在最后面 英文偏偏在最前 前面先写 好 这个 用as much us 为什么用as much us 怎么不用as many us呢 sale是薪水 谈到钱 这个钱一般都是不可数 不可数 我们就要用much as much us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下面第三个 比较急的 比较急分两个 一个是短的字 这个两个音节的 单音节的 他的比较急就是er than 细节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现在复习 只要把大方向了解就可以了 这个三音节以上就用more than 这是肯定的 那比较少 这个否定的就用less than 这是 这是加的 这是减的 more什么 than less什么 than 现在看例子就好了 the winter in China 这个中国的冬天 is much colder than 原本就是 its colder than colder than 就比什么还要冷 这个cold是单音节 所以加一 colder than light 后面 老师要打一个台湾 打得下去了 then light in Taiwan 大陆的冬天 比台湾的冬天还要冷 这个light就代替什么 前面的冬天 这个我们 这个在前面 代名词的时候 这个有提到 light就代替冬天 这种light在克洛字里面 就经常出题的 比较急用什么修饰 比较急用match来修饰 因为它是表示程度 含冷的多啦 比较程度用match 好再看第二个 这冬天时代主持 taking an HSR 这是高铁 大陈高铁 is more comfortable than a train 这个地方 把省略了一个什么 省略了一个taking taking a train 这大高铁 这边是搭火车 这边是搭火车 搭高铁啊 比搭火车还要舒服多了 comfortable 三个音节 所以用match 下点 I think worth is less important than health 我想财富比健康还要不重要 less 就是这个负面的 减少的就是更不重要 这就是健康顺过财富 财富不如健康重要 好 这个就是大方向 我们第一个介绍到这个地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